大家好 我是張姑娘 很高興可以在這個平台上 和大家見面和分享一下 我過往在衛民小組裡的經歷和一些感受 我個人認為衛民小組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 因為它可以給照顧者有一個機會 去分享他們日常的挑戰和發展一些新的技能 從而增強他們的信心 和可以再次和其他人聯繫起來的機會 照顧者在照顧的過程中 經常會感覺到孤立和孤獨 而衛民小組這個計劃 可以提供一個溫暖和安全的環境 讓小組的組員可以分享他們的經驗 而關顧者通常會因為 被一些同路人聆聽和理解 而感覺到欣慰 在我過往的經歷裡 經常都會有關顧者 因為他照顧的職責 無法滿足自己的需要 在衛民小組裡 組員可以獲得新的技能 來幫助他們更容易解決的問題 和找到一些新的自我照顧方法 總而言之 我認為衛民小組是一個很好 激勵人心的經歷 這個小組最正面的回饋 就是能夠減少了關顧者的孤立感 令到關顧者感覺到 他們再次能夠和其他人建立關係 在小組的成員 也可以用一個全新的角度 來面對他們日常的挑戰 我有幸去觀察到 小組成員在八周的過程中的成長 由關顧者剛剛入組的時候 時常感覺到失敗、沮喪 和缺乏經驗和社會資源 逐漸慢慢去改變成為有希望 我覺得最因為的就是 小組成員學了新的技能之後 在情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 都慢慢有改善和增強了信心 我相信這就是 為民小組培訓最好的回饋